南方澳 一個整年都停滿漁船的地方 一層又一層的房舍比鄰而建 這個面積才兩平方公里大的小漁村 曾經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 集盛時期居民高達三萬人 南方澳為過往豐饒的漁業年代 留下一個傳奇的身影 南方澳是一個族群非常融合的地方 以前的屁股在留下 有到前衛的地方 再來就是朋友們 還有腳痠路 富山都的人 拖蟲 十代的建設是 民建設的所謂 那時候他們工程師就要 決定先做一條歷史的橋橋 但是我們這裡的企業越來越發展 鑽越來越大小 改善建的跨港大橋 因為移民的移入 活化了南方澳的雲撈技術 而南方澳大橋的設立 不僅暢忘了交通 更為南方澳帶來觀光的活力 揮別斷橋的衝擊 在地居民無不期待新橋早日落成 當初整個在施作拆橋的時候 本來是要整個封閉 在維持他們營運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做了一些變更 已經把這個影響降到最低的情況 漁貨也會啦 交通啊 如果說兩斤都能通的話 就比較不會塞車 對 這樣也可以發電 等到橋蓋了 應該是很多錢來參觀 一定會帶來更大的鄉親 這不是一項簡單的任務 因為我們要蓋的不只是一座橋 我們更要重建的是 南方澳人的心靈地標 我們更要重建 南方澳漁港的風采 我相信這個工程 一定會做得格外的好 格外的精彩 我們一起努力 為地方帶來嶄新的氣象 看見轉型重申的南方澳 不論是漁民口中的駝背橋 或是改建的跨港大橋 串聯東西兩岸的這座橋 已經陪伴南方澳走過四十幾個年頭 正如蔡總統所說 這不是一項簡單的任務 這是心靈的地標 與南方澳的風采 因此施工團隊 陸力攢桿 在安全與品質兼顧下 進度超前 已落實三年完工目標 未來 第三座全新的大橋 將會融合在地的青雲意象 以全新的姿態 再次擁抱與守護南方澳的每一天